臺灣設計師的初衷是為了提供屬於臺灣設計師自己的交流分享平臺 所有的臺灣設計師可以發表屬於自己設計想法的創作跟設計概念 2016臺灣設計師週邁入第十年 這十年來這個平臺又逐漸地影響著臺灣的設計產業 這個平臺在設計師彼此交流的影響之下 逐漸也成為一個促進媒合機會的舞台 臺灣設計師在這個平臺當中不斷地發展 不只是設計師個人更是有設計師的團體 甚至品牌、企業、組織都能藉由這個平臺去傳達自己的設計理念 跟民眾溝通設計的想法 今年的臺灣設計師我們做了一個比較特別的嘗試 今年臺灣設計師我們做了一個比較特別的嘗試 就是我們第一次以主體國家的形式來做了一個策展 這次我們邀請到的是以色列 從展覽的概念到整個展覽的規劃和執行 都是由雙方這邊共同來溝通合作 然後一起來完成的 那對我們來說 這是一個難得的一個合作機會 也是一個很棒的合作的模式 能夠把不同國家的設計觀點 跟他們對於設計的詮釋 能夠在這樣的展覽裡面呈現 那也對台灣的設計師來說 我想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不同角度的刺激跟學習 透過這一次的展覽的合作 我想這樣的一個合作的模式 其實也更刺激我們 能夠跟不同的團體 然後能夠用更開放的方式 把台灣的設計師跟國外的設計師 能夠結合在一起 希望能夠透過這樣的合作 來提升台灣設計在國際上的能力 台灣設計師中 就像伴隨著台灣設計師 產業發展的夥伴一樣 我們每一年都會隨著 所觀察到的發展現象 跟趨勢不斷的演進 因為我們覺得台灣的設計 是不斷的影響著我們的生活 但是需要有更多的機會 去向民眾溝通 甚至向國際溝通 十年對台灣設計師中 是一個開始 我們期盼未來能夠 持續成為 設計師與產業的夥伴 持續與國際有更密切的交流 讓台灣的設計師與產業 能夠在國際上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中文字幕反駕 中文字幕反駍 中文字幕反駕 中文字幕反駍